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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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旧约小先知书中间的和谐阿书 我们今天要读和谐阿书第九章 我们只要读第八节和第九节 和谐阿书第九章第八节和第九节 以法连曾做我神守望的 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 作为蒲鸟人的网罗 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 以法连深深的败坏 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 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我们一起再有一点祷告 天父我们要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恩典 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这个人 今天会在哪里 是你莫大的恩典 从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也是你莫大的恩典 保守我们直到如今 每一次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要求你 求你将你的话向我们打开 因为你的话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叫鱼丸的人可以得着帮助 求主用着我们在你面前 一点学习的时间 在我们的生命中 带下真实的祝福 我们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我们都记得 先知和西阿 在和西阿书第九章的时候 他里面实在是充满了一个 很深的叹息 他有非常的焦急和急迫 因为他看到以色列的百姓 为这地上一点点的祝福 一点点的好处 一点点的成就 就以为他们是在神面前 是没有问题的 就以为他们是上帝大大祝福的 所以他们就更胆大妄为的背叛神 所以先知非常的急迫的去呼吁他们 去要他们明白 他们需要悔改 他们需要知道说 他们前面有很大的麻烦 会临到他们 可是以色列的百姓 对着先知的态度是如何呢 以色列百姓对着这样的提醒 这样的警告是什么呢 以色列的百姓充耳不闻 不但如此 以色列的百姓嘲笑 以色列百姓拒绝 以色列的百姓甚至要逼迫做先知的 在第七节那里讲到说 说他们是愚昧的 说他们是狂妄的发疯了 然后到了第九节这里 我们知道第九节这一段的经文 在原文中是不容易翻译的 所以一些比较好的圣经学者 他们花了好多的时间来整理这一节圣经 那最好的一个翻译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Michael Eaton他所翻的 他是说 先知与神一同做一发脸的守望者 但是普了人的网罗 却在他一切的路上 并且在他他神的家中充满了怨恨 这节圣经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这节圣经就是说 先知跟神 他们是一同在那里保护神的百姓 以发脸就是以色列的代表 在旧约圣经中有许多的经文 说明先知是一个守望者 先知在那里远远的看到 有灾难要来了 就提醒他的百姓 但是百姓对着先知的 这一些的警告 不只是拒绝 不只是嘲笑 他们却要跟假先知合作 来对付神所使用的仆人 他们好像是仆鸟人的网罗一样 他们用尽要射出各样的方式 要让真正服侍主的先知 没有无路可走 他们要陷害神的仆人 在神的家中 也可以翻作 就是在神的这个世界里面 先知们是警告百姓 百姓却对着先知充满了怨恨 甚至于想要除灭先知 这在旧约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就是《猎王记》上22章里面 记载着亚哈 这一位北国的王 那个时候 约沙法是做南国的王 亚哈是个大坏蛋 约沙法呢 他是一个迷糊蛋 为着追求和平 这两个人合作 他们就要一起合作 去对付其他的敌人 要打仗之前 他们希望耶和华神会祝福他们 亚哈就找了所有的先知来 而他找来的这些先知 其中有一个 叫做西底迦的 还带着两个脚 来表演 说明这一次的战争 是一定会得胜 亚哈听了非常高兴 可是 约沙法 不放心 他就追问 他说这里是不是还有 耶和华的先知 亚哈王听到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 非常的有意思 他说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叫做米盖亚 我们可以托他 来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很恨他 为什么亚哈王会恨这位先知呢 亚哈自己的话说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都不是说极言 单说凶言 换一句话说 他为什么恨恨 耶和华的先知 因为耶和华的先知 不讲他爱听的话 常常讲他不爱听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这些新约时代的百姓 我们在神的面前 实实在在的需要神怜悯我们 那就是我们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我们如果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 堕落到一个地步 在信仰上行淫乱离弃了神 在生活上吃不洁净的食物 跟外邦人一样 所有的敬拜上又不蒙神悦纳 对神的话语是抗拒 是嘲笑 对神的先知是迫害 是辱骂 弟兄姐妹 你想一想 如果到了这个地步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第九节 以法连 深深的败坏 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 耶和华比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先知何希亚对着以色列百姓 最后的结论就是 神的百姓 深深的败坏 深深的败坏 败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先知 那唯一可以想出来 形容他们败坏的光景 就说 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 我们要读懂这句话 我们就必须回到四世纪 第十九章和到二十一章 那里所记载的故事 如果你读过了那段圣经 你就知道 那可是一段 在以色列历史上 最为凶残 也最为淫乱的一段记载 在那段的故事里面 如果我们要做出一个结论 说那段的事情 你用什么话来结论它呢 我们说那段的事件充满 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那里面有自私 那里面有凶恶 那里面有淫乱 那里面有同性恋 那里面有谋杀 那里面有分撕 那里面有粉尘 把整个尘都烧了 那里面有民族的大灭绝 让汴亚敏这个支派 可以说彻底几乎完全的消灭 人类的败坏 已经说是坏到极处 当时的吉比亚人 他们坏到这种地步 他们所受的审判是什么呢 他们所受的审判 就是完全的灭绝 今天以色列 他们如果摆坏到像 吉比亚的日子一样的时候 那耶和华要怎么对待他们 这里说耶和华 必纪念他们的罪念 什么叫耶和华 必纪念他们的罪念 意思就是说 耶和华不能够忘记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耶和华不能够把 有罪的当作没有罪的 所以下一句才会说 追讨他们的罪恶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如果神纪念他们的罪念 如果神追讨他们的罪恶 他们会落到何等可怜的光景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 神对着他的百姓 所有的罪恶 神不会随便的就说算了 神对着他百姓 所有的沛逆 所有的淫乱 神一定要追讨 神的百姓 很多的时候 在罪恶中 享受罪中之乐 是不会悔改的 当神新奇了环境 来追讨 当神新奇了环境 来对付我们的时候 常常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才会醒悟过来 我们才会知道 原来罪恶不只是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短暂的肉体上的放纵和享受 原来罪恶会给我们带来长远的灾祸 原来上帝的公义是如此的可怕 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神的百姓才会醒悟过来 才会回头 才会认罪 才会悔改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多少的时候 因着神 追讨我们的罪孽 才给我们带来了 悔改的机会 才给我们愿意回转 来归向他 你知道如果神任凭我们在罪恶中 放任我们继续在罪恶中 我们很可能落到一个地步 是不会悔改的 你知道在旧约里面 耶利米苏有一段话 非常的宝贵 耶利米苏他这样说 耶利米苏31章34节 他说他们个人 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色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样宝贵的应许 怎么可能临到神的百姓呢 是因为神透过了他的审判 审判之后 刑罚之后 神借着审判借着刑罚 不是要灭绝他的百姓 神借着审判借着刑罚 是要让他的百姓 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指望 让他的百姓 可以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真正的认识神 认识不是知道 认识不是听说过 认识是实实在在的 在生命中 在生活里面 经历到神的恩典 到那个时候 神说 他要赦免他百姓的罪恋 他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弟兄姐妹 今天对着我们这一些 活在新约里的人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 我们信了主 不是一天就变成圣人了 不是我们到教会里面拍拍手 唱唱歌 赞美一下 敬拜一下 我们这个人就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有力量胜过罪恶 不是的 我们胜过罪恶 胜过世界 胜过我们自己的肉体 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载路 这不是一个instant 不是一个立刻马上可以得到的 这是要 人若要跟随主耶稣 主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他就必须要 deny himself 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路 但是这是一条蒙福的路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 来跟随主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不会失败 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 但是当我们失败 我们犯罪的时候 在神的怜悯里 神就让我们看到罪恶的可怕 神就让我们看到世界的虚幻 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 肉体的那个可恶可证的样子 到那个地步 我们就愿意来跟随神 我们就愿意来认罪悔改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这些活在新约里的人 好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不需要上帝来审判 我们的罪恶和罪孽 因为我们的罪恶 我们一切的罪孽 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 审判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 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今天上帝可以用恩惠 用怜悯来对待我们 当然我这里必须要提醒 警告弟兄姐妹 不要认为说 因为上帝用恩惠怜悯来对待我们 所以我们就可以尽量犯罪 尽情犯罪 放心犯罪 不是的 上帝今天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 不再审判我们 不再定罪我们 上帝 却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可以逃脱罪的后果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 我们犯罪 一方面有神的刑罚 一方面有神的审判 我们犯罪 另外一方面 还有罪的自然后果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牢牢的记得 主耶稣基督 把罪的审判和刑罚拿走了 但是上帝 没有把罪的后果拿走 这就是为什么 一个基督徒 我们信了主 我们跟随主的路上 如果我们犯罪 只要我们愿意认罪 回到神的面前 神一定把他的刑罚 一定把他的审判 完全的赦免 我们不需要惧怕 但是 罪的后果 常常 确实让我们非常难受的 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 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 我今天杀了人 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宝贵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没有另外一个人 有权利把别人的生命拿走 我今天生气 我今天觉得我有道理 我把一个我觉得该死的人宰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 当我犯了这个罪 我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可以赦免我的罪 上帝可以把他的刑罚 把他的审判 从我的身上拿去 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保血 实实在在是有功效的 但是弟兄姐妹 我是不是 就可以大摇大摆的 高高兴兴的在街上走呢 不可以 警察一定会逮捕我 法院应该要判我有罪 我应该要为这一个罪的后果 去坐牢 后果不能够逃脱 但是 在神面前的审判 却已经没有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常常对我周围的年轻孩子们说 不要随便犯罪 不要随便犯罪 不要以为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保血 有功效 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基督徒 要比不信主的人 更怕犯罪 因为 我们犯罪 不只是我们怕罪的后果 我们犯罪 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 那就是 我们犯罪 伤了耶稣的心 让神难过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 上帝是用什么样的恩典来拯救我们 我们这些人 有没有想过 我们犯罪 让他伤心 这是多么多么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 一个基督徒 要记住 要常常的求主 保守我们的心 远离试探 远离罪恶 不要以为犯罪了以后 反正认罪上帝就会赦免 没有关系 不是的 我们犯罪 没有审判 没有上帝愤怒中的刑罚 这是很美的事 但是我们伤了神的心 这是多可惜的事情 我们犯罪 罪的后果 你知道有多可怕吗 很多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 都以为 我们就是玩一玩嘛 这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告诉你 你玩一玩 给你带来的喜乐 非常的短 给你带来的享受 非常的短 但是给你身体 给你的灵魂 所带来的伤害 却是非常的长远 这些年来 我有机会 服侍很多的家庭 我发现很多家里面 他们的婚姻 为什么那么的不稳固 他们的婚姻中间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难处 是因为他们在婚前 有许多的罪恶 那一些的罪恶 让他们这个人 有许多的扭曲 有许多的破坏 以至于他们进入到 上帝所赐福他们的恩典里面 他们都很难享受 上帝在婚姻中 跟他们的祝福 当我们读和谐阿书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神的 旧约中的百姓 不把神当作神 会落到什么样 可怕的光景 我在神面前 有一个很深的祷告 我真的求神 让我们这些 在新约中的百姓 我们知道 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神 好像有一条诗歌 他说 我时刻需要你 每一分 每一秒 我们都需要耶稣 我们千万不要 把神摆在一旁 我们千万不要利用神 来满足我们自己的 里面的欲望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享受 要记住 要记住 落在败坏的里面 是何等的可怕 神审判我们 真的是为着 有一天 能够让我们 有一个新的心 有一个新的灵 我们可以在神的 恩典中长进 但愿神 借着这些话 帮助我们 逃避罪恶 专心的爱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恭敬的把这一点点的话 交在你的手上 我们何等的需要你 常常提醒我们 远离罪恶 我们何等的需要你 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每时每刻的 依靠你 我们需要每时每刻的 亲近你 我们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 遵你为大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弥陀佛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弥陀佛 耶稣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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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